不过最后还有一个地方有问题 同学说老师这个地方一般按下去 那刚刚如果用函数就自动跑了 你这边还要再按一下按钮 好像有点麻烦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今天不要这个按钮的话 我把它按右键剪掉 这个部分其实可以用 之前好像讲过有点像事件驱动 也就是当这个储存格里面被change的时候 那我就呼叫刚刚那个班级的那个SUB 上个礼拜才讲过 如果你忘记可以回去再看一下 我把重点我再跑一次 其实很简单 1.切到Vito Basic 2.怎么样呢 请你找到你自己的专案326的 那这个工作表叫序值1 所以你就找到这个序值1的工作表物件 他就是他 记得这个是工作表 这个是工作簿不要选择 如果点两下 当这个工作表怎么样 他被change的时候 不是selection change 是change的时候 那我就怎么样呢 我就 这个selection可以删掉 我就怎么样判断 if if 他会用target告诉你说变动的是哪一个 所以你就是用什么 我先讲target 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它里面有一个address address就是哪 他变动的那一个change 所以特别说关键在change 意思说这个工作表里面 只要有change的话 他用target告诉你 说他的位置 如果等于h2的话 所以我这个地方打h2 但记得是绝对位置 所以记得 这边一定要加钱的符号 ok 上礼拜讲过 如果呢 他变动的那个位置 假如是h2的话 then enter两下 打个enter一符 那做什么呢 call call 那个班级的那个sub 所以那个sub的名称 不是这个 按错了 把这个怎么样 名称复制 或者直接你就把它打上去就可以了 把它call 班级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就不用再去重新做什么事了 只要在这边加一个worksheetchange 用target判断一下 是哪一个address 当然这个address以后呢 也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target.color color就哪一栏 或者target.row哪一列 只要有变动的话 其实都可以 蛮多种变化的 只要是哪一个地方有改变的话 那我就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颜色性还蛮大 只要工作表里面的什么地方改变的话 那我就做什么变化 比如说甚至什么 我游标放哪里 然后我那里就把它变个颜色位 其实也可以 怎么写 其实蛮简单的 主要也是在这边可以做 我们试一下 下拉一下 二班 有没有 change的 call 那个班级 call 班级 所以你会发现 这写出来 不就跟刚刚那个 用函数 用公式的方式 其实是一模一样 只是说真的 刚刚那个东西筛 太复杂了 我想到我都觉得 那时候大家已经 整个面有难射 整个面有难射 光 反而讲到VVA的部分 反而大家好像豁然开朗一样 感觉好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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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